有四个标准,以后你也可以问人家 你到底会不会用以Sale,回去的话,甚至你可以问你身边的 目前在就业的,在上班的 你可以问他说 你有没有用以Sale,有,第一个问题,有了,OK 第二个的话,你确定你会吗,他说很会 你可以问他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OK 你可以问他说,第一个,你函数 你可以问他说,函数你用的手不手吸 OK 那当然呢,我前面第一次上课有问说,到底Sale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或许你也可以问他,那你知道Sale里面到底有多少函数 不过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答不出来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OK 不过我想,这应该 大部分应该都会用,只是用的手不手不吸而已 而且这个 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像上市那个统计 年龄 的族群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答案 OK,那就很麻烦了,如果你不会用枢纽分析表 那你要怎么统计 用人工吗 OK,然后重新把它排列组合 然后又慢慢在那边算 这一个这一个,好像就有点像那个以前 选举的时候开票 后选了一票 然后 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你光开票 当然啦,开票 其实理论上应该也可以电子化 只是说现在可能比较担心说如果电子化之后 开票是非常快 因为马上选完 甚至你如果手机上都可以 投票的话 那马上 投票 开票不需要 像以前可能要开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像有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更夸张 还有人在那边投票 然后已经在开票 4点嘛 可是有人4点到了,但他还在排队 还没 还没投到票 所以他还在 投票 所以是一边投票 一边开票 那这会造成什么状况 因为投票的人他还在排队 他也会看现在开票的状况 他如果看到某一个候选人他的票太少了 他就 怎么样 有点像 气宝的效应 不要投那个了,我们投另外一个 所以会造成就是会有一些争议性 但是现在要电子化有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 安不安全 怎么样确定说这是你投下的一票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 以后会不会 台湾的选举 会慢慢变成电子化 马上一开 你投完之后 我马上就知道谁当选 OK 这倒是也蛮好 但是你会发现 这又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感觉 没有那个仪式感 没有那个过程 因为其实之前开票 很刺激的 为什么 因为从零票开始 慢慢慢慢慢慢 增加 然后突然会有拉锯 突然这个好像他比较多 好像 去年的 就是上一届的台北市长 好像有个 候选叫丁守中 好像跟 柯文哲吧 然后本来是 丁守中好像是领先的 那太刺激了 突然 那个柯文哲要 超过他了 然后又丁守中又超过他了 一直在拉去 而且开票开票到凌晨一点多 那个市府广场前面还聚集好多人 或者因为还没开完 那简直太刺激了 我也很刺激 我想说到底是谁 本来想说是丁守中已经荡选了 然后他超过 他突然又看到 开出来又 那实在是 那如果说你以后是电子 开票的话 那 当然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就感觉好像 哇真的有点太快了 一下就没有了 OK 所以 这个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所以刚刚有讲到 枢纽分析表 还有这录制聚集 然后还有就是VBA 会不会 如果这些都会的话 那你应该也撑得上 你是会用也是有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 撰写VBA 怎么撰写 首先的话我们就不是录制的 我们是用自己来撰写 那首先的话呢 为了要撰写 这个VBA程式 那请各位一样 把那个 上一次上课的 这个综合练习聚集 再复制 一个 把聚集这个复制过来好了 所以把它拖拉加Ctrl鍵 然后放开 那把 这个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 再改成叫VBA好了 Enter OK 那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啦 当然 我们接下来就不是用录制的 要用自己写 可是要自己怎么写 写的步骤呢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开 一个 一模一样的 那一模一样来改 没关系啦 所以你会把这个按下去 当然还是 之前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要来自己写的话 那第一步 那VBA从哪边开始 一 一样从开发人员 二 找到Visual Basic OK 那你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之前有录制聚集的话 理论上 这边会有个Module 1 那你打开其实就是隔壁这个啦 OK 但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 关掉哪边 关掉里面这个的话 这个把它关掉的话 我这个习惯这样缩小 如果你要再把它打开就点两下 那你接下来的话 首先 第一个问题 那VBA应该写在哪里 跟各位讲 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写 反正你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保证不会错 OK所以记得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那如果 我原来没有模组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里面假设没有模组的话 那我写在哪里 OK你可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所以有两个写法 一个是 直接把它写在之前的聚集下方 这边可以写 那你想说老师那如果 不希望把它写在这个下方 我可不可以另外再 增加一个模组 也可以啦 OK所以如果你假设 不想要写在 Module 1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按右键 反正这个区块里面 按右键都可以 会出现有个插入模组 那会产生一个 在Module 2的东西 那我们就 来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OK 把它分开 这个Module 1 这个Module 2 Module 2的话 是今天要自己写的地方 好 所以第1个 记得 打开Video Basic 这个是Step 1 Step 2的话 请你在这个帐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OK叫Module 2 OK 那接下来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 写一个 程式的开头 特别是 程式的开头它的单位 一定是Sub 如果你假如是 要把它变成一个按钮的形态 那它开头一定是Sub 空一格之后的话 那比如说我要给一个名称好了 什么名称 之前的那个 那个 去集名称叫做串接啦 那你不要跟它取一样 我取另外一个名称好了 因为我要输出的是门号 所以 也许我给它一个名称叫门号 OK 那门号的话因为 这个VPA输出有至少两种以上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输出公式 所以我在这边加个底线 底线的话是underline Shift加上0右边那个按钮 这个是底线 然后我跟它叙述一下 这个是输出公式 所以我就打这样 输出公式 OK这个公式 OK 就是呢 有点像 我们在 储存格上面把公式丢进来的意思 一样 那你直接按Enter 这样打完就可以了 Sub 空一格 它的名称 Enter就可以了 Enter之后你会发现它会自己帮你补一个后刮户 再补一个EnterSub 其实这个不用自己打啦 因为它会自己加 感觉还蛮方便的 那你只要记得 在模组里面 输入Sub 门号底线公式 Enter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如果要输出一个公式 什么样的公式呢 我要 第一个啦 你要跟他讲说你要输出到哪里 我先把这边清除好了 再把它清掉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呢 如果在 这个VBA里面 你可能要多记一个物件名称 叫Sales Sales Sales就是细胞 如果你们用那个 英文翻译的话 那在这边是指的是储存格 Sales Sales的话 指的是整个 工作表的所有储存格 你后面加个括号 跟他讲说 你括号之后他会出现什么 哪一列 列的话就跟他讲 我要输出的位置在第2列的位置 所以输入2 逗点 哪一蓝 所以这边是column 记得了column是蓝 Raw的话是列 哪一列 第2列 哪一蓝 蓝的叙述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第几蓝 你可以给数字 另外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给文字 当然文字前后一定要记得加双引号 比如说我要输出到 依然 后瓜糊一下 用这个叙述来表示 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里面 至于要放什么东西 记得 放什么东西 请你写在后面 等于 他会把后面的东西 放到前面 所以这个等号 其实不是那个 以前数学里面的运算结果 而是 他这个意思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 赋予什么资料呢 你先打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我希望把那个公式 什么公式呢 就是把我们之前 写过的这个公式 也许你可以从前面 把这个 这边可以call过 这个可以call call的话就是直接把它复制 然后 记得按取消 因为如果你假设 把游标放在公式里面 你要切到 VBA 你会把你点不下去 为什么因为游标还在这里 记得按取消一下 把公式复制之后 然后直接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把它切过来这边 再切回来 然后 我就贴上去 但是你会发现 贴上去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 因为在VBA里面的双引号 它是表示一个 文字 就是字串 的开始 跟一个结束 所以两个嘛 一个开始 一个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 你的公式里面 也有双引号 所以 这个会造成什么 问题发生呢 如果你把它移开 它会跟你讲说 我看不懂你给我的程式 它要红色式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的公式里面 也有双引号 它不认得说到底 这个双引号是 VBA 的双引号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为了要做区隔啦 它有一个 规则 就是喔 如果你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请你把它改成两个 也就是说啦 双 两个双引号 所以喔 它其实就是 你把这一串公式 除了头跟尾 保持一个之外 贴上了这一串 把它变两个 两个怎么改 其实就这样啦 这边 移到这边 把一个喔 所以你看到一个 就把它变两个 反正一个呢 就把它就后面再补一个啦 它就知道 原来你这个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不是 VBA里面的双引号 OK这个可能 第一个规则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你这个规则 不记得的话 那你会造成你将来要输出公式 就会出现错误 用取代功能 当然可以啊 OK喔 所以喔 同学要讲到一个 比较聪明的做法 其实也是我后面要讲的 你其实如果假设啦 你会觉得这个 好像有点麻烦 而且容易做错 你其实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记事本 你把那个公式贴上嘛 然后呢你就是编辑取代一下 那可以把一个变成两个 再按全部取代 这样的话好处怎么样 就是不用很辛苦的慢慢改 然后另外也绝对不会漏掉 因为电脑帮你改了 你再把这一串怎么样 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这样会更简单 好贴上 这样移开 你会发现它就不会有 红色的讯息 发生了 好那我们已经写完 第一支程式 那请你把这个 这三行复制一下 再贴到底下 把SUB后面的名称改成清除 因为我们会 需要另外一个 这个 清 清掉里面的资料 清除 可是之前好像已经有一个 叫做清除了 所以它会重复啦 干脆清除2好了 OK 加一个2的数字 清除的话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变成没有 没有的话 在VBA里面 其实就等号 给它两个双引号 里面不要放任何东西 这样就表示清除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 第一支程式 OK的话 那这样 来 试 那怎么试 记得上面有一个执行 也就是当你把游标放在里面 按下执行 它就会帮你执行这一行程式 所以呢我先执行这个门号公式 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变化 资新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 所以建议是把这个VBA 把它缩小 摆在右边 摆在右边 然后你当你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它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储存格值的就是 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出现什么 出现刚刚的公式 丢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本来这边是两个双引号啦 不过他丢过来 他知道说 你这个双引号 其实是公式用 所以他自动就帮你转换成一个 OK 好 第1个 第2个的话清除2 清除的话怎么清除 游标放这一段程式里面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里面 就被清空了 那这样就完成 我们第1个VBA练习 但是还没完啦 因为目前只有输出1个 那你想说其他怎么办 OK 所以 其实一个 一个蛮快的 那其他后面就简单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的重点 1 先开VBA 2的话呢 插入一个Module2 当然记得 或者你放Module1也可以啦 只要写在下方 3的话就是 增加一个Sub 门号 Enter 然后把这个公式打上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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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